追擊被暗殺的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出生於三口縣的政治世家 而事實上,也都會日本首相來自這裡 在政壇上俗稱長洲法 歷史可以追溯到江湖幕府時期 撒摩法與長洲法也組成的殺長同盟 而日本的近代史 可以說是由政治門法與財團共同壟斷 金錢、政治與權力,向來都是密不可分 今天我們先不聊政治,我們先談談錢 當無敵壟斷日本經濟的財閥,是怎麼誕生的? 現在日本人的十一柱形 幾乎都脫離不了三大財團 如一堆三井、三菱開頭的企業 與一些不是他們開頭,卻與他們有關的集團 如Toyota、三月百貨、Canon、Nikon等 這些財團的經濟實力雄厚 幾乎掌握整個國家的命脈 甚至在全世界都有一定的影響力 而這些財團的發起史 也一直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 其中三井財團的歷史更是悠久 起源可以接觸到十一世紀的平安時代 那麼故事得回到十一世紀 那一個時候天皇的權力日漸衰落 到了全旁羅道全城藤原道場手上 後來藤原道場第六格子的五代孫 百里的京都定居於晉江國的三井村 改以三井為姓 從此以後 三井家成為了名門武家的天龍人階級 世世代代定居於此 然而到世廷時代 十五世紀左右 三井家不幸爵士,苦無繼承人 後來晉江的守護大名六角家 過激了一個養子給三井家 叫做高九 之後高九離開了三井村 返回故鄉碾江竹城 把三井家的招牌插了波亮 因此高九被尊稱為三井家的高主 從此三井家的本當家族之名 都有一個高字 如後來三井財團真正的創始人三井高麗 與之後的本家當主全部都有高 到了高九的第五代孫 正直經歷信長天下不武的戰國時期 信長在上路的途中 順手把附近的連江城給踏平了 這一個三井家的老巢被毀 只好帶著主人流氧到一世 變成了過氣的武士階級 之後的德川幕府時代 這一個時候 三井家的老大高俊 做出一個至關重要的決定 決定放棄武士階級 轉職為聽人 當時的日本與中國一樣 對於四農工商都有嚴格的劃分 即使是過氣的武士 仍是武士 為什麼三井家願意降轉成最定人的商人 有可能有幾種原因 第一個高俊認為 在德川政權的統治下 日本即將進入太平盛世 過氣的武士已經沒有舞台了 再加上高俊本身比較務實 補充是那些虛妙的武士榮譽 而確實以今天三井家的發展來看 高俊的決策可說是高戰元祖 於是高俊在一世中半經營釀酒 以及衛生釀造與開趟鋪 這也是日後三井帝國 預後物的開始 預後來源於高俊老爸的官民預後手 而當時不管是釀酒還是做味噌 都需要龐大的資本與勞動力 沒有背景的人是幹不了的 由此可見 三井家雖然是過氣武士 仍有不少資產 當時日本的零售盤商都相當白癡 買賣的物品從不關在展示 也就是說 一個人想要買東西 得依照門口暖簾圖案進入店家 表明想要買東西後 老闆採用隱蔽的物後拿出商品 客人在決定是否要購買 價格也是由老闆隨便喊 再由客人殺價 並用色障的 我小時候看的義修和尚 劇中的何老闆明明是盤商 為什麼從來沒看過他家的商品 我想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吧 而三井的預後物卻以反常規 採用的是今天的現金交易與公開展示 預約物的廣告詞是 本店的商品均以折扣價出售 從未加一毛錢 因此也不能再責讓一毛錢 這是一種不用殺價又透明的消費模式 讓市民可以安心的購買 店家也能避免收不到錢的風險 相當受到市民的歡迎 預後物的生意也就越做越大 後來建立三井財閥基礎的高峻四子高麗 在1673年離開了故鄉松阪 而在京都與江戶開設了三井無福店 無福就是十分華麗的和福 店名與老爸的預後屋一樣 這一個三井預後屋也就是後來的三月百貨 有一對專家聖母福於江戶 導致江戶人口不斷的激增 推升了和福的需求 而且才在之前 和福買賣就少要買一批 對於一般人來說實在很不經濟 不過三井家的和福是可以單買零售的 這也受到大眾的喜愛 而這些都不是成就三井帝國的原因 真正賺錢來是金融業 1683年 三井家憑藉了十業積攢的雄厚財富 進去的兌換業 在武福店的隔壁開設了三井兩替店 重置兌換放款的業務 可是日本匯票的十住 也是今天三井祝有銀行的起源 由於三井從事和福布料 與金融業都相當成功 名聲也就越來越大 在1687年 幕府授予了和福運用的特權給月後屋 負責代辦幕府所需的衣料 又給予三井家配刀的權利 配刀表明成為武士 代表高於其他商人 也就打下在二戰前 日本第一裁罰的正式基礎 由政府當靠三馬 追出三井兩替店 指示為旗下的店家服務 把他在江戶取得現款 運到京都大阪採購品 因為京都盛產吸震資 而江戶幕府剛好相反 政府在關係地區收稅 然後把稅款運到關東 於是三井家跟幕府建議 表達他們可以在大阪接受款項 並於60天內在江戶付款 從此大阪、京都、江戶三個地方 都不必用現金運輸 只有一張匯票就可以了 由於三井家的信用良好 幕府甚至把兌換期限 延長到了150日 而實際上 憑藉著三井家的左轉實力 只需要15-20天 就可以放款 因此三井家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差 挪用巨額公款放貸給其他商人 並用這筆錢作為擔保 拿去炒房做投資 賺取了豐厚的利潤 三井家攬下了幕府的採購與兌換業務 意味著成為了幕府的運用商人 日後可以利用權力追求商業的利潤 形成了一種特權的存在 18世紀 外國勢力進入日本 三井家也開始與外國人交易 這是三井物產的援助 雖然當時有市農工商的嚴格區分 但三井家卻有夜間將軍的特權 不過到了江戶末期 幕府的財政破產 三井家的好日子也到了頭 幕府不斷地要求富商們捐款 三井是典型的運用商人 因此負擔頗重 此外三井家公款借給日本各界人等 比如商人和大名甚至是幕府 雖然因此而獲利 並緩和江戶的金融問題 不過後來幕府垮台加上了鎮魚動盪 在明治元年1868年時 三井家有六成的呆帳無法收回 面臨了經營危機 1867年 島墓及先鋒藏桌帆聯合薩摩帆 決定島墓騎兵 同時江戶大阪各地也發生暴動 各大名都在著墓島墓派之間擺動 江戶時代最大的運用商人三井家 也面臨了重要的抉擇 三井家先是繼續承接幕府的業務 但後來三井挪佑公款的事情被抓包 被幕府罰了100萬兩 這一個數字可以讓三井家死兩回 雖然最後靠好談判 運用罰金降為18萬兩 且可以分級付款 不過這也讓三井家看破了幕府 捐獻了1000兩給薩摩帆 實質上倒向了島墓派 1867年的德川墓府垮台 與幕府有關的委任關係全部取消 不過三井因為擁護島墓派有功 仍然繼續承辦新政府的官方業務 而事實上 政府與聚谷是彼此依存 行政府若沒有三井為首的富商支持 也沒辦法順利執政 所以三井家對日本近代時影響頗大 日本的名字維新後 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賣 賣相的工業化 而作為紅頂商人的三井家 也隨著日本的國力成長 成為了一個龐大的集團 其下有三井銀行、三井物產與三井礦業 其中三井物產包辦了政府的眾多業務 舉凡稻米、茶葉與煤炭的進出口等 都需要透過三井物產 1876年日本爆發內戰 最後的武士、新南戰爭爆發 因此軍用品急增 三井狠狠地發了一筆戰爭財 只有獨佔了煤炭的專賣權 也用煤炭出口開拓海外市場 三井從此搖身一變 變成了國際級的財團 倫敦、巴黎、紐約都是有分店 三井也偷偷學了歐美先進資本主義的玩法 配合名字為新的資產新業 走向了工業、礦產、金屬與外貌 以及韓運等現代化的經濟領域 成為了亞洲經濟的火車頭 接著加護戰爭與日俄戰爭 三井物產繼續發財 戰爭的勝利給日本帶來了龐大的收益 日本拿著中國給的兩億三千萬兩的賠款 進行了金融改革 確立了金本位置 擁有了與歐美國家競爭的能力 直到日本要利用台灣、朝鮮、滿洲等殖民地 這些都成為了三井物產發展失業的契機 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日本雖然也有參戰 不過都是打架有許多 反而趁著歐洲亂成一團 趁機獨佔了中國市場 並把日本的商品賣到世界各地 堪稱是暴富的年代 不過戰後許多暴富的企業家 因為盲目的投資而破產 唯有三大財閥與日本政治緊密結合 安然度過危機 193年代 日本帝國鼓勵強盛、空前繁榮 三井物產以龐大的資金為基礎 配合三井銀行的輔助 把握住了日本對外戰爭的機會 開始多角化經營 最終發展成了一家龐然巨獸 二戰時期 日本各大財閥配合戰爭的需求 變成了軍國主義的後勤工具 戰爭結束後 在美國的要求下進行了自由市場的改革 要求解散財閥 而三井同樣其衝成為了解體的目標 大部分的財閥以股權出售方式被肢解 光是一個三井物產 就要被分割為200家企業 財閥即將走入歷史 幾乎在這一個三井關頭寒暴爆發 美國又決定扶植日本 日本的經濟也很快的復甦 原本被拆散自己的財閥 在國家政府高度的干預下 又開始集團化 雖然各個子公司是彼此對等的關係 不過透過交叉持股拉幫結派 這些日本錢財閥搖身一變 變成了財團 仍然牢牢掌控著日本的經濟與政治 在1960年代 日本經濟騰飛時 這些財團功不可沒 但近30年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 誕生了許多國際級的新創企業 如中國有小米、抖音、阿里巴巴、愛奇藝等 美國更不用說了 今天網路巨擘、Google、亞馬遜、臉書等 都非常年輕 其他還有Air、Bnb、Agoda、Uber等 這些新興企業的共同店 都是靠網際網路創業 那為什麼身為世界經濟大國日本 沒有一家國際級的新創大企業呢? 因為日本的創業環境出名的差 社會不太能接受失敗 一旦失敗意味著信用破產、榮譽掃地 也就無法遏遲創業 不過互聯網創業失敗率極高 許多矽谷的老大 也是多次失敗後才成功的 加上日本企業的三大特點 終身雇佣、聯工序列與工匯制 提供了就業的保障 日本人想責進一流大學、一流企業 從此一生無憂就不想創業了 不過在這種環境下 還是以外男人三屋重圍 只有三目古號史領軍的日本熱天集團 熱天集團創立於1997年 也是靠著網路發跡 最初只有五名員工 而今年已經四年移收超過一兆日圓 員工超過兩萬人的跨國企業 短人團了十多年 成為日本屈子可屬的新興國際級企業 熱天與台灣的關係也是頗有淵源 在那邊中華職棒今年上半季的冠軍 只有是熱天桃園 熱天國際銀行在台灣第一間開業的創業銀行 就是在路上你不會看到他的實體分行 網際網路的到來 世界樣貌正在改變 比爾蓋茨曾說過 金融服務是必要的 但銀行則未必 實體分行要租店面 請行員請保全 成本並不低 而春網銀只要透過手機 經過能隨隨地的使用金融服務 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 相當過就要跑銀行改三點半 流程複雜又繁瑣 全網銀就沒這個問題 一切的操作都透過網路 而春網銀省去了實體分行的成本 當然不是按康齊來 而是回饋給客戶 且現在來熱天網銀開戶 用手機支付每筆都有2%的回饋 回饋是沒有上限的 每一個月手機支付5次 下個月就有活除年齡率1.5%的優惠 重點是熱天是純網銀 開戶在網路上辦就可以了 實在是很方便了 與IP會員享有免費礦航轉帳 以及礦航提領各8次 所有的條件公開透明一目了然 現在新開戶就有了 最誇張現在邀請好友來開戶 且培養完成金融卡開卡 你就可以賺500元 你的朋友也可以拿500元 這一個是現金不是點數 你推薦1萬個好友就500萬可以拿 活動時間只到8月31號喔